今年度竹山正仙筍节筍餐盘料理品厂活动 吸引了许多游客报名 让厂场活动都是额满的状态 日前所厂活动也在竹山社区内热闹登场 筍餐盘定餐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一个提示有100个人 那总共有5个提示500个人 那我们几乎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全部额满了 我们今天的餐盘的料理设计呢 主题是竹筍番薯 还有我们茶叶构成了九道的餐点 包括水果全部都是在我们竹山生产的 我们希望在促进到我们竹山的产业行销这部分 让各位的宇客享受我们竹山的特产的优点 由竹山社区所制作出的筍餐盘 当中每道料理都是以竹山所出产的农特产品制成 并用竹子器皿来装成 游客们一看到这样精致有特色的筍餐盘 都是眼睛为之一亮 我觉得很特别很丰富 最吸引我的是全部的餐点都是由竹子去制作的 然后吃完之后竹盘啊竹碗竹筷筷子全部都可以带走 然后里面的料理也都非常有特色 精致 对也很特别 有就是有他们的那个竹山的那个特产 因为他们是用竹子做的啊 真的是很特别 大家不妨下次有机会可以来 好玩好玩 仙人垂林也称赞 筍餐盘料理品厂活动的成功 希望工所能在世纪多办理这样的活动 推广世纪的优质仙筍 112年的这个仙筍节的筍餐盘 这么精彩的活动 就是对我们竹子的一个文化呢 以及我们整个竹山的一个特色 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那我们希望呢 工所呢 不要只是办一次啊 办一场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 四季都有不同 因为那种不一样的孙子 我们可不可以四季的仙筍 不同的仙筍 我们都来举办不同的仙筍节 一场合胜风肯定活动的办理 既展现竹山特色文化 又能够协助农特产品的推广行销 充分打响了竹山镇的知名度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道